2012年10月 比特币开始暴跌 从高点的两万美元 跌到三千多元 让不少投资人 更配杀出 正当大家一路不看好 比特币又悄悄地回升 从2019年1月的3383美元 涨到4月23号5400美元 上涨幅度将近六成 市值增加3300亿台币 难道比特币神话将要重现 过去有期交所 可以去做套利的时候 基本上在这个主力做的时候 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人 其实他可以透过期货商品 去做一个套集保值的一个状况 那么一旦失去了期货这个商品 那我就只能从现货市场 去寻求出托的一个管道 这三个月以来的涨幅 有可能是比特币拥有者 因为没有市场出售 想办法将价格炒高 才有解套的机会 以数字来看 当初比特币高点在两万美元 即使最近涨到五千四百美元 跟高点相比 还是下跌了百分之七十二 无论是比特币还是莱特币 其实基本上他们的创始人 都针对他们手上的相关的数位货币 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出托的动作 所以连创始人都没有预期到的发展 那怎么可能会有未来吗 比特币大涨大跌 连创办人都没有信心 若是没有新的利多话题 只怕比特币神话只是谈话一线 三圈注定方向台北报道